今天我来教阿贤地蒙煮 牛扒的正方式 我认为阿贤地蒙煮 你可以在家煮鸡蛋 你只需要碎片和葡萄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锅子 为什么我们没有用这个锅子 因为这个是锅子 锅子的热度和热度是很高的 热度会比锅子的热度更热 锅子的热度会有两个锅子 这个没有两个锅子 这个是一个锅子 那我本来以为 它会给我某些标准的程序 就是下锅煎多少分钟 多少温度 但没想到它是叫我用五官 来去感受一块牛排 它的熟成程度是否已经足够了 然后现在我可以让它休息 你可以试一下 现在它的热度是多少呢 有多少呢 现在里面还冷 里面还冷 很生很生很生 好吗 所以我们需要很大火 好 你听到声音吗 有 所以刚才我们是锅子的表面 现在呢 现在我们是整理它的程序 因为这个锅子和这个锅子 它的锅子不是一样 好的 然后呢 只有新鲜奶 好的 芝麻 所以现在算是让它上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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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是个一个单独的方法 一样的感觉 我们的生物 于牙所发现 我们的生物 这种生物 可能有到80%的材料 我认为它能保持成热 它们是一个本来的味道 我看到他在做菜的时候会边煮边想 想了之后呢 偶尔还会改变主意 我特别喜欢这种即时的创作 因为做菜其实未必只能够跟一个方程式的 它是可以透过你当下的那种五官的那种感受 随时并且随心的一种创作